7月2日在山东微海 一女子吐槽护上阿姨奶茶店 一杯开水竟然买10元钱 据当事人王同学介绍 自己逛街时突然肚子痛 就去护上阿姨想买杯热水 但店员表示 如果只要一杯开水的话 那就必须收一杯奶茶钱 但没有告知具体费用 自己付款之后发现一杯开水收了10元 因为自己当时身体不舒服就没有追问 但是事后王同学想了一下 一杯开水收10元 她觉得十分的离谱 逛街的时候肚子非常疼 室友准备给我买杯热水 胡上阿姨店员跟我们说 你确定只要一杯白开水吗 那我就要收一杯奶茶的钱 然后她也没收多少钱 室友说那你就扫呗 她就直接扫10块钱 那时候也挺着急的 没有 就是离谱 一杯水她直接就卖10块钱 但是针对王同学的说法 店家却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白开水如果你有杯子的话 我们可以给免费一个衣机 公司有规定 杯子不单卖 你如果要杯子的话 就是得收一杯奶茶的钱 在给她收钱之前 我们店家都已经告诉过她了 当然不理解店家 就是因为一个杯子 去收一杯奶茶的钱 一个杯子的话 物价大概是在 成本价是在两三毛左右 她收人家10块钱 有点不太好感觉这个做法 感觉那个水没有 它不需要那么高的价格 就算是就是你如果 就是单收杯子的钱 也是可以的 一块两块都可以接收 如果你去正常一家餐饮店的话 你要接一杯热水 人家也会给你免费提供的 我感觉 但是如果她一开始 如果接受了的话 但是后续就没必要再去 纠结这个事情了 提前告知的话 就是感觉有点那种 强买强卖吧 那么针对这一事件 拜托了律师 律师有话说 护士阿姨店员 在给女子提供热水时 告知女子 需收取一杯奶茶的金额 女子并未表示反对并付款 说明双方对此形成合一 但一杯奶茶的金额 具体是多少并未明确 属于表述不清 依照当时情景 应当结束为 该护士阿姨店内 奶茶最低价格 如果10元低于 或者是等于 该店的奶茶最低价格 应当认为 双方是按照合同约定旅行 如果10元高于 该店的奶茶最低价格 女子可以要求 该护士阿姨店 退还多支付的金额 法治记者报道 他错词了 我这种地方是